又到了我们说书的时候啦 哈喽嗨嗨嗨 我们回到了每个礼拜的小妮大作 这次呢又到了大家最喜欢的单元也就是鬼屋室 那个鬼屋室呢大部分都是发生在你去看风水的时候 算是吧 对就是人家的房子有问题 找我去看一下 那好这个呢是在民国92年 然后发生在万华 万华感觉就有很多鬼屋好不好 很多老旧的房子啦 其实老旧就跟我们叫鬼屋 对不对不能这样说 历史比较悠久的话势必就会有 比较多的故事吧 但是也有很多新建的大楼 有我有遇到过就是最近在 和平东路才刚盖好 对 然后呢就不太安宁 好我们先讲这个民国92年的这个万华 鬼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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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常常 因為老先生到後來有失智 所以呢 那個兒子在賦房租的時候 就有隱隱約約跟他講說 不曉得是他說那個旺阿姨 不曉得是我爸爸失智 還是我爸爸亂說 他現在都語無倫次的就說 有人在他的耳邊嘆氣 他說十多年啦 你媽在的時候就是這樣子啊 十多年 住在那房子十多年 對 二人在 嗨 嗨 然後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一直跺腳 走來走去 然後就 唉 就是那個嘆氣就很長 好像在想事情喔 對 一邊走路 一邊嘆氣 對 然後就是一直要開門也開不出去 他跟他講了很多次了 但是這個 你知道這個 房租很便宜 你知道老先生老太太要租這種房子 不容易 很多屋主不給 不租給老先生老太太 就是怕說你們在這邊往生 然後呢 死在這裡我不好租 但是這個呢 這個房東非常的好 因為他自己有老爸爸老媽媽 所以他覺得人的走 他是基督教 他覺得人的走是自然老死 也沒有關係 對 可是呢 這個兒子告訴他說 不好意思 這個 呃 你讓我 讓我爸媽住這麼久喔 然後呢 我們終於要把房子還給你 但是他還是忍不住告訴他 就說爸爸這麼說 就說這個房子有人叹氣 這樣子 後來這個屋主就啊 沒有關係 大概老人家嘛 就是失智的時候 就會比較多的這種想法 他也沒有在意 他以為就是只是老爸爸 天天吐吐吐啦 對對對 那後 欸你現在待機不錯喔 好 那這樣阿公會很高興 哦 阿公說天天吐吐吐 好 結果呢 後來這個屋主呢 就找人家來游漆 就這游漆公呢 就從這個二樓 這個樓梯其實是很窄很小 就從二樓這樣就 半斤斗就疊下來 很很... 已經漆完才正要去漆 欸 漆到一半 大概兩天的工程 才漆一天 也還沒要下工 還沒要放工 然後呢 就從樓梯 呃 漆里巴拉 呼嚕呼嚕滾下來 這樣子 就把腳就給扭了 嗯 好 然後嚇壞了 問題就是說 他有聽到嘆氣聲 走樓梯的時候聽到嘆氣聲 然後嚇到嘆氣聲 對 他說說他在游漆的時候 一直有聽到嘆氣聲 然後好像隱約說 他開不了門走不出去 結果他以為他 你說那個聲音說 怎麼走不出去呢 對對對 然後這個 因為這個游漆公前一天有喝醉酒 對 然後剛好大家都在講鬼故事 他以為他自己的幻學 嗯 然後結果呢 還想說酒很洗 後來結果他就跟屋主講說 這間廚有鬼的 嗯 他說開不了門走不出去這樣子 結果 這個開不了門走不出去 是他說有人這樣說還是 在他的耳邊說 嗯 對 哦 在這個游漆公的耳邊說 所以不是游漆公開不了門走不出去 不是不是 是這個亡靈 嗯 後來呢 結果這個屋主呢 就也沒聽進去 結果後來又換了 他不漆了 他漆飯不漆了 嗯 嗯 然後呢 後來又換了一組人來游漆兩個人 兩個人呢 是奪門而出 他就說他在睡覺的時候 就一直有人在嘆氣 然後他以為說 欸你幹嘛 幹嘛嘆氣 結果旁邊說 你是怎樣 我也聽到嘆氣 兩個就 一二三 就跑出去了 好 就打掉給屋主說 油漆我也不要了 工錢我也不要了 這樣 是第三次這樣子就 這個屋主就覺得說 欸心裡毛毛的 後來他就去 你知道基督教嘛 後來就問人家說 啊你還是去拜拜一下好了啦 地基祖拜一下 然後 那基督教不是不拿香嗎 怎麼辦呢 還是會 因為他講說 他還是有拜祖先 OK 他說好吧 就當老伯伯 老媽媽是我的這個 祖先 祖先 就跟他拜 說伯伯 啊這 啊媽媽 欸就是這個房子啊 如果你們還在這就離開吧 這樣 就 結果不是伯伯 結果他聽到說 欸不是伯伯的聲音耶 他跟伯伯很熟 他覺得不是伯伯的聲音 他感覺也不是伯伯的味道 他當下還能 對還能感覺思考 對 他他不太怕 然後他他開始祷告 然後他講說 主啊 對第二次又 還有 還有那坦克車的聲音 他覺得說 呃請問一下 你是要來嚇我的嗎 你是鬼嗎 這樣子 欸沒有聲音這樣子 嗯 他說他當時想要拔腿就跑 因為 呃請我去看的時候 他把這過程講了很常把他講 他說他拔腿就跑 啊去看 去看房子的時候 他站在外面不願意進來 站在一樓外面 他說等我看好再跟他講 嗯 所以你是一個人上去 欸對對對 我根本不用進去 我在外面就看到了 後來我就講說 呃這個 呃再來呢 他講說 呃後來我開始害怕 因為我走到哪 他就叹氣到哪 然後呢 在那個房子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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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說 喔 可是 他說他只要走到門的地方 欸 就是走到 門進去就叹氣 再走到房門也叹氣 但是在客廳他轉的時候就沒有叹氣 每到一個門他就叹氣 嗯 他就覺得奇怪 他跟門有仇嗎 是 他跟門有仇 這樣子 一圈、兩、三、六、三 不是 後來呢 他到二樓 二樓呢 是空曠的 只有一個廁所門 嗯 他就故意在那邊左三圈、右三圈 欸 都沒有聲音 然後他到廁所看看的時候 唉 嗯 那個坦克車又來了 然後他真的很害怕 後來呢 他就問 害怕早就 但他也是膽子其實很大 對啊 對啊 人家耶穌的嘛 齁 他很虔誠 對 後來呢 他就慢慢的把門關起來就回去 他那個晚上都沒有睡好 兩、三天都沒有睡好 結果他來打電話跟朋友講 那個朋友呢 跟我認識了五年 他說我帶你去 呃 問一個行老師 他說算命 他說我不要算命啊 我沒有怎麼樣啊 我幸福又快樂 我不要算命 他說 那你找行老師來看看這個房子好了 他就跟我聯絡 然後我就說 好 就馬上 當天 欸當天我剛好有空 我說好 我現在馬上過去 他就給了我弟子 然後我就過去 過去的時候呢 我在門外一看 天啊 哦 就像我這個衣服 那天我也是穿這樣的衣服 我這衣服很很久了 像不像 像不像福令 嗯 哦 嘿啊 然後他就 欸 這個門框上面 好 門框上面哦 有什麼 符咒 符咒 大門的門框上面 大門的門框 還有那個 門的那個橫樑 哦 還有用黑狗血 寫的東西 他們不知道 他們不知道 他們完全不知道 那你怎麼知道 啊我看到啊 那他們不知道 門框上面有寫東西 沒有 對 已經 沒有注意到 沒有注意到 就是有寫 已經 已經都掉了嘛 嗯 對不對 就寫上去 然後那個那個 他那個門哦 那個柱子是木頭的 嗯 是木頭的 還不是說像那個鐵門這樣子 所以他就講說 欸 我就說這個門上面 也刻了東西 然後橫樑也刻了東西 所以呢 這個 在裡面的亡靈出不來 嗯 他說 他說那是貝貝跟媽媽媽媽媽 他也很奇怪 他叫那個叫媽媽叫著叫貝貝 我說不是 然後他就講說 不是 那是誰 那是誰呢 我說 呃 是一個死在這個房子裡面的亡靈 嗯 那 這麼久了 然後就是 那為什麼會刻 符咒 對 那後來呢 他講說 是 亡靈 這樣子 然後他就講說 亡靈 欸 他就這樣 他說他突然就起雞皮這樣子 他說好 繼續看 他這時候就跟我進去了 他就 欸 嚇 欸 我被他嚇了一跳 後面他那個同學 也被他嚇了一跳 就 吊死了 你把你幹死 你幹死 對 欸 欸了一聲 這樣子 結果後來呢 他就進去 他這次就跟我 他本來就看的時候要在外面 後來欸了一聲 我講了這個門 門的橫樑跟這個符咒 然後就進去 我說哇 幾乎有框的 都貼了符咒 然後後來到最後 他們看不到嗎 到最後 因為他把它給貼那個木板封起來 哦 貼在裡面喔 對貼在裡面 後來呢 這個廁所 二樓的廁所 我說 那個壁子已經很舊了 我說 我把它撕下來 給你看一下 我就把它撕下來 撕下來的裡面有 123456 光是二樓的廁所 上面貼了一個 然後左邊右邊都各三個符咒 為什麼要貼 對各三個符咒這樣子 那門上 大門 我說大門這個喔 你要叫人家來敲掉 那敲掉之前呢 你要用鹽米水 我說 他說 老師你可不可以星星好 幫我弄一下 幫我弄一下 哎 我請你從頭做到為好了 因為他講說 呃 他的宗教是不會做這個 對 我說你要陰陽水 然後加鹽米 然後把這個整個都洗一洗 洗完之後呢 好 你就放一個 一碗米在外面 那這個亡靈他才有辦法 出去 這樣子 那我們當天晚上11點 我們就約11點半 只要用大門而已 那個大門 對大門 因為裡面我可以拆得掉嘛 因為他走不出那個大門啊 他就在裡面晃來晃去 晃來晃去 後來呢 這個房子 我們那天晚上就做完 做到12點半 嗯 做到12點半 然後我講說 這樣OK了 對 鹽米水我們就來洗 然後我說 你什麼時候敲都沒有關係 結果呢 哎 隔天中午啊 這個 屋主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 星老師真的很謝謝你 呃 我知道 對 因為 不是 因為他那天晚上 這個 這個亡靈就來叫他 就來謝謝他 說他要離開這個房子了 做夢嗎 對 在夢中 叫醒他 然後叫醒他的時候呢 哦 他 他也哭 他也哭 亡靈也哭 然後呢 這個 他自己 屋主 屋主也哭 然後他醒來的時候 既然是眼淚 整個 整個眼淚 整個衣服 都是眼淚 他真的哭了 他想說 哎 他記得在夢裡他說什麼 對 他就講說 他記得他的長相 有 都看到了 他都看到了 然後這一輩子 他從來沒有夢到 這麼清楚的夢 常常很多夢都搞不清楚誰誰誰誰 對不對 都是片段片段 所以要記得哦 如果在夢裡 嗯哼 夢到這種內容 而且是看得清楚臉 或是 他有在講話就是 就是真的在託夢 對 真的在託夢 就是樣子 然後聲音 還有 很清楚的知道他在說什麼 對 話語很清楚的過程 對 然後原來這個房子在 這個最早之前 就是他公公的守的時候 這個房子是他公公留下來的 嗯 然後這個 這個人是住在這個房子的 太太呢 是自殺的 在外面自殺 哦 然後這個先生就瘋掉了 對 哦 瘋掉了呢 就是半風 哦 就是白天是正 白天正常晚上 哎 你看燈突然就 很亮 哦 哦 有 燈就 哦 好 我們的燈突然就亮了一下 然後晚上就不正常 這樣 白天都很正常 白天還可以去打零工 晚上就不正常 嗯 後來呢 他的家人 覺得 這個 他 可能被鬼附身 可能被亡靈附身 然後就貼了很多符咒 哦 嗯 對 所以才導致 導致 對 走了也走不了 對 結果呢 就是 讓什麼 外面的也進不來 讓裡面的也出不去 結果呢 後來他病死在這個房子 嗯 後來因為 因為這個這個屋主 他很很認真的去查 到底這個房子發生過什麼事 然後去 真的查得到 真的查得到 好 就有人自殺才會有錢 對 就是 而且他太太是在外面自殺的呀 嗯 不是在這個房子 但他是在這個房子 然後就是 自然病死 就應該是說 呃 就是 憂鬱 哦 對不對 憂鬱 有一餐沒一餐 然後生病到死亡 這樣子 然後他們又貼了這麼多的符咒 那因為貼他 就說 哎這個人 然後可能有外靈來附他 所以 真 針對他來貼 所以呢 就是他就出不去 哦 所以他就就去查到這個 他其實也沒有被附身 只是他的 他沒有被附身 就是老一代的觀念就覺得說 哦 他已經被刷到 對 被鬼附身 哦 然後呢 所以才這樣子貼 所以要貼這個呢 要搞清楚哦 就是 符令呢 符咒 真的是 有的那是 對 有的要去除 反而糟 嗯 拿了什麼就貼 對不對 然後就像你講說 肚子 哎 應該像你講 你便祕你要吃軟便劑 結果你還吃蟹藥 哇 那真的是更慘 對吧 所以呢 嗯 這個符令是不能亂用的 那還好 哦 這個這個屋主 哦 非常的善良 哦 然後呢 也很認真的禱告 嗯 然後就祝福 然後後來就感應到 然後他也來託夢 也來謝謝 說他離去 就讓他順順利益的走 對 然後呢 嗯 這個屋主啊 嗯 兩個兒子 這個兩個兒子都結婚 然後也都 都沒辦法懷孕 媳婦都沒辦法懷孕 就在那一年 哇 兩個 媳婦啊 都生了小孩 嗯 同時懷孕 因為他做了一個善事 對 算是累計一個福報啦 對 然後就是 這個福報就給他的小孩子們 對 對啊 所以呢 就孫子都來了 兩個都是 他還打電話跟我講說 老師我來送油飯給我 我的 我的那個 兩個兩個都是男孫耶 哦 接大歡喜 接大歡喜 真的很開心 所以呢 這個亡靈呢 不是鬼 他就是 哦 就是真的在那邊 往生的一個靈魂 哦 那所以呢 他探親 亡靈也不就是 也等於是鬼 欸是我們稱他是鬼啊 也是啦 就是一個統稱 對一個統稱 其實這個鬼就講說 哎 我的 我的爸爸過世了 我說 哎 我爸爸是鬼 哦 我當然不會稱為是我爸是鬼啊 對不對 也是啦 你們阿祖是鬼 我們阿祖那是鬼 不是 對不對 你外公是鬼 那通常我們是稱作一個 不認識的叫做鬼 對 就要一個很可怕的就叫鬼 哦 然後你看我們講 泰哥鬼 拉薩鬼 哦 就都會加上一個鬼 很 很可怕很髒的東西就叫做鬼 所以呢 呃 這一個故事讓我們知道就講說 其實善心善有善報 對啊 就把他原因找出來 然後去解決 去圓滿這件事情 他得到了這個 孫子來報恩 這個是很快樂的事情哦 對啊 如果你也有上面這個故事類似的問題 覺得你的房子乖乖的話呢 歡迎到 我們去幫你看房子 看風水 嗯 好啦 如果你還有其他什麼線上不掛線囊不掛 任何風水命理的問題 命盤 以及結婚即刻的話呢 底下有我們的Line app 歡迎隨著教我們 拜拜 拜拜 提升心呢 還有 今天拜託的話 趕快幫我訂閱 點讚 加分享 拜拜